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市场的一个情绪或者某一支币的受认可的程度 因为这个TVL越高就证明市场的信心是越高 资金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看好币价的升值 所以愿意进行锁仓获得收益 那反过来如果这个TVL下降 那则代表部分的资金宁愿是保持流动性 而不愿意选择锁仓 这可能就意味着是对短期内市场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态度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DeFi Llama上面的这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我这个鼠标箭头所指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TVL是达到了最高峰2500多亿美元 那同时呢当时这个各个币价也是创下了高峰 而过去了两个多月 现在这个总锁仓量的这个Total Value Locked 是已经下滑到了1900多亿美元 下跌了20%多 总锁仓量的下滑呢就代表部分资金呢是已经离场了 当然呢各个币价也都是跟随着下跌的 那还有呢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ETH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在DeFi当中是占主导低位的达到了69% 而现在相隔五个月左右呢 这个ETH的主导低位呢也已经下跌了14% 现在呢只占整个市场的55%左右 而如今这个Terra呢已经上升到了这个总锁仓量的第二位 总锁仓量呢现在是达到了220多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erra现在的第二位置 总锁仓量在这个位置 那这就证明呢短期内看好ETH的资金呢是在减少 而看好Terra的资金呢是在上升 那到目前为止所有供链项目的TVL排在前五名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分别是Ethereum Terra BSC Avalanche 和Phantom 但是同时呢我们从这边的数据看到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啊 他们的TVL呢都是在下跌的 所以短期之内呢这个市场的看跌的情绪呢 应该依然还是在持续 所以各位投资者可以把这个DeFiLama的数据 当做其中一个参考啦 好再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消息 Cosmos的EVM网络EVMOS呢在经过了多次的推迟之后 他们的官方在3月2号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就是宣布这个EVMOS的主网正式上线了 成为Cosmos生态系统当中呢 第一个基于EVM的区块链 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开发者通过EVMOS的网络 轻松的横跨Ethereum和Cosmos的生态系统 来部署这个智能合约了 然而啊只是相隔了几天 这个EVMOS在官方Twitter上呢就宣布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他们的官方Twitter 就宣布呢这个EVMOS的网络升级啊 是不幸的失败了 这个链呢将会在未来的24到48个小时内呢停止 与此同时呢团队和这个验证者们会重新召开会议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而在这个期间呢任何的交易都不会被处理 那目前为止呢官方正在收集呢所有的资讯 应该很快呢就会对出错的原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全面的答案 根据这个Trading View的数据啊 受到这个EVMOS升级的失败的影响呢 再加上最近这个加密市场整体呢走的还是比较弱 所以这个Cosmos的代币ATOM的价格呢 前两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势 但是今天呢稍微出现一个不错的回升 那希望在48小时之后呢 这个EVMOS的官方可以比较全面的总结出问题的原因 尽快给大家一个答案啦 好 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币价的发展 在24小时之内呢BTC是上升了1.4% 现价报38453.66美元 ETH呢24小时内是上升了0.39% 现价报2534.59美元 前20大加密货币当中呢 今天上升最多的就是ATOM 上升了3.86% 现价报28.43美元 而下跌最多的是ADA 下跌了1.32% 现价报0.8037美元 好 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或者分享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